连击会比较好处理 先把这两个先连击起来 连击起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呢 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切 切一刀 那切一刀的部分的话 就刚好从什么 从底部 要从这个底部算上去 垂直的高度多少 切一刀是87 那其实切割 我想同学前面比较容易忽略掉 就几个动作了 那这个也是有点像在做复习 在修改里面有个3D作业 有个切割 切割点下去之后的话 我要切割物件是选这个 然后按个空白键 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这边有好几种切割方式 那我们前面用的最多的是三点 因为如果有三点的话 那你可以给 但是现在我要切割的不是三点 是给指定什么 特别注意 是给一个XY就好了 我把XY当成一个面来处理 那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只要给一个高度 也就是从某一点 追上去 追87就可以 它就会知道说 你要切割到哪里 所以请各位在这边 输入XY 这个比较容易出错 按Enter Enter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哦 它接下来 它不是要叫你要点凉点 而是要叫你凉点 请你告诉我 你要切割到哪里 所以请你从这一点好了 往上追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时候不需要 XYEnter之后 特别注意哦 不要去点任何地方 不要点 完全不要点 你只要追踪就好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同学都会 戳在这里 你就是直接从这一点 这个是我们的起点 往上追 追多少 追都不要点哦 追87 Enter 再来它会问你说 你要留哪一边 那留下面的 你就在下面任何一点 点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了 上面它就变切割 切割一个平台 这个再一次哦 切 切割 这边的话 写物件 选这里 然后给XY Enter 应该是从这个点 往上追 特别说它可能会因为 你不小心 从这边往上追87 所以给的是 利手的方向 不过很容易被其他的点给干扰 你会发现 现在就是追到 这个地方很容易就碰 就不小心又碰到别的点 所以请各位 先移到这一点之后 然后往上追踪 不过很容易 要碰到别的点 或者如果你很容易碰到别的点 你就从这个点 往上就好了 那不要再上去了 就是直接 就是直接